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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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稍微浓一点的墨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点出的麻雀身上的斑点 斑点是长的 也要根据它的生长就够透起来点 这个尾巴还可以看到一点正面的 比较浓的 然后再用比较浓的墨 画出它的爪子 这一个飞的只能看到一个杂质 还有一个看不见 好了 这个画完以后 我们要用这个比较淡的走实 在这个麻雀的这个淡墨勾的空白部分 进行一下轰来 好 再用淡墨 把这嘴巴中间的空穴部分 轰来一下 在这个羽毛这个负鱼部分 用淡墨再拆一下 让它重一点 这个麻雀呢 我们一般来说是 在柱林里比较多 那么我们就可以画 画起一片锥 我等会在这个地方画一个麻雀 我们先把柱子画好 在柱林里比较多 那是一片锥头 还有一个柱林里比较多 那个柱林里比较多 那个柱林里比较多 我们在这里 讲墨 好了 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可以再画一边小麻雀 是个正面 我们画的时候呢 这个方法就跟刚才有说不同了 我们要先用黛墨画出它的腹部 用点多法 让它画开 这是它这个半门 然后再画出它的尾巴 反面的尾巴比较淡 然后再用走实画出它的头部 头部的走实颜色稍微鲜艳一点 由于它的特色关系 所以这个头部呢 就看到一点点了 是扁 扁掉了 接下来就用浓墨 点出它那样的眼睛 嘴巴透视关系了 它变成是短了 再用走实 再用走实加上一点墨 变成比较暗的走实 画出它的翅膀的 看到的一部分 一部分 然后再用淡墨 点出它的两个斑点 画出白的羽毛 再用少龙的墨 画出它眼睛周围的 一个比较深的羽毛 点出斑点 然后再用比较浓的墨 画出它翅膀的硬 飞一部分 和尾巴 側面的一些羽毛 画出它的爪子 三个 把这个麻雀呢 我们就画到这里 用点断 和丝毛相结合的方法 表现 表现麻雀 主要关键是 麻雀的形态 形态不同 其实画法是一样的 当我们掌握了一些 基本用的方法以后 这些动态 我们可以在生活中 继续写生 看一看生活中的麻雀 它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多做记录 这样对我们以后来创作 是很有用处的 感谢观看 好 这个下面呢 我来和大家讲一讲 这个燕子的画法 我们画的一种 比较血液的 比较血液的一种燕子 我们 用这个 可以先用墨 点出这个燕子的身体和头部 墨色要稍微浓一点 用必要肯定 好 这个地方再坏一个 这个地方再坏一个 先把这个 先把这个 这个燕子的身体呢 基本结构点出来 然后用比较浓的墨 画嘴巴 燕子的嘴巴 比较短 比较厚 好 接下来 我们用 用走石 用走石点出这个燕子 下额部分的 一块红色 不要画得太红 太红不好看 然后这尾巴 和身体交接的地方 是用 是一块红色 好 然后呢 我们用一次 小狼蚝 用淡墨 勾出这个燕子的腹部 也不好了 这个燕子 说不就 看了不就多了 感谢观看